大雪天吃羊肉 冒着哈气 都带着白腰的 羊排先给它切成块 先收拾羊排 羊排有层次感 而且这个肉一定得是肥瘦相间的 切成块 我真的挺喜欢吃山羊肉 因为它的层次分明 吃到嘴里边的口感真的是太好了 咱的这个饱来了 学名叫羊内腰 反正我们都叫羊饱 一到买鲜的 这东西不能动 咱们现在给片开之后 接下来是干嘛 冲水 这个就不像打腰花似的 刀可以打一点 您就直刀 行 现在处理完这个之后就这样 咱们来处理这个羊排 就是凉水下锅 我这儿削两个萝卜 这个萝卜呢 切的块呢 跟你这羊排块差不多就行 萝卜搁在一个锅里边 您找几块冰糖 往里边一搁 开了锅之后就搁这儿闷着呢就行了 把这臭萝卜味就全提出去了 这一波焯水呢 很重要的啊 就是它焯透 中间呢 没有那个红芯了就行了 大家看看啊 这个羊排 您一定要用温水把外边这层血过 都给它洗干净啊 这个重新起汤 就是一斤羊排呢 您放二斤的水就行了 好 咱们这萝卜也差不多了 都透凉了 就行了 这高辣锅在压这羊排的时候啊 啥都不加 盐 香料什么都不加 这一步叫什么 要提出来的肉香 因为羊肉 您只要一溅了盐 一溅了料 就改变它味道了 它原香味 咱们吃着就没有这么好啊 咱这个羊肉上气之后 十分钟就行了 一个姜就够了 就解决了 取一个姜汁就行了 你要配几个料 三个白蔻 三片白纸 三片这个沙姜 然后一个草果 三片香叶就行了 现在干嘛 把这香料搁进去 你看它上面有一层油 给它打出去 打一个油底啊 就是普通的色拉油 你要有花生油更好 咱要取一个胡椒 胡椒油 你要用小火 把这胡椒呢 用油给它炒一下 我放了两大勺 大概在六克 你看这个呢 是我吃饭 曾经我做咖喱的时候 他告诉我 这个时候汤一进来 你可以调味了 盐 先来六克 这个汤底稍微重一点啊 这个味精是可以放了啊 但是说呢量不要大 因为这汤底你觉得这鲜味够了 你不要加了 你要说不够 我口中 可以点一点味精 提一下它的鲜 大家看这姜汁了吗 这我不喜欢吃这么多异味的 就刚才咱们打这点姜汁 你就可以全给它搁进去啊 这一小勺盐 打个丁 盐给您之后 抓着有点黏了 滑手了 这就行了 当归一弄时后放 我给它放四根啊 鲜葱鲜姜 正常咱们家里边吃呢 用那个铁锅绘一下 就可以出锅了 你看我们那店里边 要是说我这砂锅够大 家里边砂锅够大 您哥里边 直接给它炖个十分钟 直接上锅就行了 因为咱们吃啊 正常是开了锅之后 边煮边吃 我呀 嘴急 等不住哥里边涮了 大家看了吗 这则是一打卷 用手一摸 硬了就行了 萝卜饱 这个第一口呢 那肯定是先来一口肉 吃这个羊肉 你要蘸什么蘸干底吃 肥嫩 软烂 香 然后咱们吃羊宝 跟一球似的 羊宝要吃呢 就得蘸着蒜酱 它的这个滑嫩 跟巧克力一样 这第三个就要吃萝卜了 吃一些萝卜搁在底下 你给它煮到什么份上 入口即化的一种感觉 更好 这个是什么呢 雪天吃 阴天下眼吃 但是今天这个景啊 绝配 在这种雪天吃羊肉 才体现出羊肉的鲜美 你要坐在屋里边吃呢 你只能吃两口 但是你要在外边要这样吃 你能吃两锅 我能一直吃 我能一直吃 我能一直吃